在場所有我們中部機械業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很高興又回來台中了 在場幾乎所有都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包括台上這四位還有剛剛離開的張院長 我進台軍院第一份工作 每個月 每三個月 每半年 每一年 都要寫這個工業生產指數的報告 那時候被分配的就是張院長傳給我的 就是寫機械業 那當然這個個體的功利是一直到台中來之後 跟著賴總跟著我們理事長還有董事長 多方學習才有今天 那也是差不多七八年前的時候 跟俠立處長一起來做這個品牌計畫 當初其實也有拜訪過黃董事長 然後在座所有的好朋友 那我想品牌很重要 但是機械業的發展更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有幾個題目 我想也對大家針對幾個比較關心的 其實也是沿著剛剛中慶兄的一些思路 一起再往底下來談 我覺得這個滿好的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台灣今年是露臉 全世界都了解台灣 而且對台灣有更深一層不同的認識 不過台灣的東西要能夠賣得出去 還是有很多的一個挑戰 那我剛剛在底下想了一下 我歸納出第一點 就是有可能我們以後要面對就是說 我們以前客人有些在中國大陸 有些在歐美 機械本身是沒有問題 但是只要扯到數據的話 那就有信賴兩個字 也就是說賣到歐美的所有要交集的這些案子 他都會問你說 那所有你的SARS 你的PASS 你的IS 你的 甚至現在還有這個MAS Mobility as a Service 所以這些他就問說那你乾不乾淨 今天出現一個事情就是人保出了事 對不對 還有第二個華碩也出事 為什麼 因為華碩在勞工上面被Apple罰了 也就是說這是我的第二個觀點 就是說以後不是政府在跟你講東講西 是品牌 你的客人跟你講東講西 你的客人說我不賣你 不跟你賣 就不跟你賣 說我不賣你就不賣 所以以後這個疫情過後的世界 因為呂勝華局長也請我這邊 有一個工作小組在研究 以後的一些可能的變化 所以這個是我們大概有提出 有想出來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本身 當然機器賣出去匯率是怎麼樣 那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任何扯到資訊的部分 我們怎麼樣因應 我們是跟一個很中立的第三個好朋友 一起合作比較好的 或是說跟國際大廠在美中各自的分支來合作 會比較好 這也是有可能 像特斯拉在上海就設了一個獨立的工廠 所以我相信它所有的資安 它所有的資訊都是用中國標準 但是在其他非中國地區 它就是用另外一套標準 所以我們機械看起來好像是設備業 但是因為扯到資訊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要先請三位專家 跟我們來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匯率沒有什麼好講的 匯率就是持續的反應我們的關注 這樣就好了 但是到底東西賣得出去賣不出去 這個我覺得資訊這一點是一個卡的部分 就講泡泡 其實我們以後不是FTA 是泡泡 泡泡是不管你關稅怎麼樣 不管你貿易便捷性怎麼樣 但是你就是這幾點犯規 你就連賣都沒得賣 因為我個人在民進黨的這個智庫裡面 領導一個區域經濟小組 那個區域經濟小組的結論 現在目前就是我們跟李淳等等幾個專家 有談到就是說 以後不是談FTA FTA就像一個package A餐 B餐 C餐 D餐 降的快一點 降的慢一點 那個都是規格化的東西 以後是先問你說那你的資安做得怎麼樣 你的資料是怎麼處理的 你是放在雲上面放在哪裡 乾不乾淨什麼 用這招就卡死我們所有的人 所以這個是想先請教一下 可能先請理事長或賴總 先從這個部分說一下 這個如果有一點點關係的話 那我們以後可不可以 對政府有什麼建議 可能我們資訊類的部分 都跟智庫組這邊來合作 多要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的輔導的可能 資源也有可能要轉向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我想推了一整年的 smart machine box 成效已經不錯了 但是就後端的那些東西 要怎麼樣打通 或是兩套系統 或是怎麼樣 讓業界大家都有 那我想那個標準的部分 我想 因為副子蜜在這邊做的 也都有一定的成果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硬體的技術精進 我們不擔心 但是我就先提這個資訊的部分 那不曉得賴總或是理事長 要跟人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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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這一期 這個差短髮 差短髮 先說 這個主持人 還有我們各位在座的雨潭人 還有我們在座的來賓人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這個人家都講說笨 先飛 我就想先把這個一些訊息 跟大家做一個交流 我想經濟中心也在這幾年 應該講配合政府推展 所謂的Smartbox 那其實是先把過去的一些 已經既有的舊設備 把它做所謂的數位的這個連結 所謂的IoT的這個連結 那在中國或許他們叫數位集成 那當然我們這裡就是數位的這個收集的部分 那其實這一些的收集 我想在過去來講 可能透過一些報表 或是不管是看板可視化等等 但是盡量我們都是用數位的地方 先把數據給收集起來 那這個其實都是為了是說 能夠提供給我們的客戶 應該講我們是機械製造者 我們的客戶 他在使用的時候 他能夠知道他的設備的各種的狀況 那狀況並不能代表就是能夠幫企業賺錢 但是如果說能夠再進一步的 如同剛剛主持人講的這個 到這個從這個SARS到這個SARS的階段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軟體的各種的界面 給這個連結回到設備來 然後呢 讓這個設備能夠就進一步的提升到他的 不管是進度也好或是他的各種的數據 能夠更有效的提升 我想這個是過去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當然主持人也提到了這個所謂的 到底是到公有雲私有雲的這一些的問題 我想國內的製造業者來講 我們目前如同先前也在講的 這2.0 3.0的這一些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先把這根資訊打通 我們先進入到所謂的能夠到IoT的這種的連結 然後進入到這一種的數位化的這個的階段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的目的 那再來的就是替我們的客戶之間加值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一直在 就是往下要持續要做的 那這個部分初期來講 其實我們現在接觸到的業界 大概就是以企業雲的概念來進行 就是說還是在企業自己內部 那當然會牽涉到可能的供應鏈 或是到你的客戶端的這一種的部分 那逐步的或許就是需要到部分的 公有雲的這一端來講 但是其實我們都是很保守的 就是這一部分在進行 所以因為如果是企業的私有雲的話 在這種資安的這些議題上面 大家會比較放心一點 但是逐步的長遠來講 一定要走到公有雲 那能夠到你的供應端 到你的這個客戶端 這個部分才能夠打通 那大家都是這樣一步一步在進行 我想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以上謝謝 那其實如果說是傳統的模式 我們就不會期待就好 他自己工廠裡面的資訊化 他自己創 但是就是我們可能會面臨對手 就是他把那個整包都包得好好的 那你要放在中國 我就賣你中國系統 你在歐美就賣你美國系統 然後呢如果這個廠商 如果是台商的話 搞不好對我們自己本身的殺傷厲害 更強 因為台灣人很會做這個 我是不知道 但是搞不好以後這個也是一個生意 比如說你中國的機台 我們在中國的這些工廠出貨的機台出來 然後回銷到台灣 或是到香港或新加坡 然後再裝上我們的一些資訊系統 然後整套賣到東南亞去 如果有一個口碑的話 其實也是不錯 因為我覺得國際大廠商不太會做這種事情 控制器的這個部分 裝在機台裡面 應該比較沒有什麼資安的問題 是資訊傳出去之後 才有資安的問題 所以這個有很多 我是覺得這個還有很多可以想 只是不曉得說工會現在已經有沒有 再注意到這種事情這樣子 那個 海裝市的前這個經濟局長 也是這樣海洋的副校長 方董還有我們BMG的 各位歸避大家下午好 其實我們工機機我們的會員 大概有八百家一千五百個會員代表 我想從傳統產業到現在的智能智慧化這一塊 我看每家公司都是緊迷路 緊迷路地在做這件事情 就像這一次的 大家現在就像黃特志工 口罩國家隊 我是工具機的理事長 所以外面大家都什麼改變 像這一次工具機從我們的總統到院長 對我們工具機都分不清楚 我是機械業 那這一次我就跟沈榮軍 今天副院長把他教導得非常好 沒有每次字子都講錯 PMC的總經理事長 包括總統 這一次一概我全部把他 工具的品牌都教得非常好 絕對不會再出差錯了 口罩是第一個階段 那第二個這一段就是這一次 像我們的滾輪雙鋼硬的這個問題 這一次我有特別跟總統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過去美國歐巴馬 在做總統的時候 就是希望所有的全國百姓 人民都能夠駛邊馬城市 那我們現在工具機產內最切的 這一次的滾輪就是人家說 港湖一點點 雙鴨就在那裡 就是邊馬一支路路拿出來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台機器的軟體 要套到經濟這台軟體 不見得是可行的 一定要重新再去修正 或不然的話一定會Bug 你刀要從哪邊下 所以在這一次滾輪 我清新監督 第一個階段是用整機場 第二階段是零組件 所以我深深體會到 邊馬城市是 四地輸贏就對了 五檔時要基本功夫 就是我們 剩二十四點鐘三十六點鐘 這個人才我們切 所以從我們傳統產業到智能智慧化 包括IoT Mobus這一塊就對了 我想從我領主建設 以哈佛來講 我是銷日本 我主要的市場是在日本跟歐洲 日本他們這一塊是自己研發 那你說譬如經濟賣到哈佛這邊 有二十台 但是我基本上有舊的廠商 有二十台 但是我現在希望買台中經濟的 要你要怎麼去連動 把它整合起來 這個是未來整個品牌形象 還有你公司的團隊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以後像我們公計機 要培育更多的人才 才有辦法去掌控這個市場 那這個資安的問題 我想公司大的話 我們有兩個 我在這邊跟這些接觸 大概有 你公司要去做資安的管理 還有誠信的 的重要性 那有一些大客戶的話 他們希望是在他們那邊 那這個我們 在這個軟體方面 一定 一定要 來配合他 那像上一次福科 沈黃金 在當經濟部長的時候 他要求福科說 要趕快把 沒八十幾塊來商品化 他說 我跟部長說 你講得比較快 商品化研發出來 裡面是空白的 那你要交到台灣經濟 台灣經濟一定要這種團隊 來寫這些 城市 符合你客戶 跟你市場所需要的 所以我們稱呼叫 市場客製化 是未來我們 共機機 台灣共機機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一直在講說 美國跟台灣有高科技 台灣 政府一定要這一次的 那個 跟美國的關係 是最好的 十家的 的時段 那我們不管是 FTA 是VTA的話 我們要趕快把他簽下來 因為怎樣 因為我們 台灣 包括我在跟美國 FTA AIT開會交流的時候 說我們台灣的共機機 絕對尊重過 國際的智慧財產 還有我們遵守國際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市場的機制 所以我們絕對有辦法 來跟美國 高科技 跟我們有完整的供應鏈 來跟他互補 所以我想未來 在編碼城市 這一塊 一定要加強 這個也是牽涉到 剛才品牌的形象 還有 附加價值的重要性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工具機都有在做 好 所以看起來是有一個基礎 那我覺得做事情要比較快 就是趕快找一個TA 一個目標市場 那 而且要一個比較難一點的 來試試看這樣子 那我想這也是5加2 之後智慧機械可以往下走 比如說我們就找美方來談一下 一些航太 航太的這個部分 我們怎麼樣打進它的國際供應鏈 那他就會講說 那我的資安規格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有一個很大的著力點 那政府 支援組這邊 工業局這邊 就可以來跟其他組來合作 弄一個跨領域的一個計畫 來針對 而且我們也有 M-Team的這樣的一個基礎 最近有很多基礎的技術正在發展 這軟的跟硬的同步 就這樣一直拉上 就有個目標性 因為我覺得像這個做車子 車子零件越來越少 以後車子買的車床跟洗床 一定是越來越少 可能那個都會有整病 那整病這件事情 也是一個我要請教黃董 就是說像最近這10年來 dmgmory這樣變來變去 越來越大 那我剛剛講泡泡這件事情 泡泡就是說 我們四個 我們五個 我們好朋友 我們就自己創一個系統 我們大家互相 用我們這五家的客戶 就可以不用擔心很多硬體上面 跟軟體上面 資源的問題 那這個裡面如果萬一有好幾家 是這個全世界大廠 那就會有網路外部性的問題 我不加入我就是死掉 那有時候不一定是公司 跟公司之間的全面性合作 有時候是核心基台合作就可以 我這個產品跟你合作 我另外一個產品 就加入另外一個圈圈 這個也都可以這樣子 那你想請教黃董有沒有 類似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觀察 國外的怎麼動 特別是日本 我想這個剛才提的這些問題 我想我也提一下 因為事實上 剛才我想這個賴總有提到說 目前政府的這個smart box 推的一段時間也都蠻有成效 那事實上 以我們台中經濟來講 事實上我們是在十幾年前 我們就拿到工業局的一個補助 在推行那個遠端監控 那時候我們叫黑盒子 事實上我們十幾年前就開始做這些東西 那後來當然我們比這個政府更早之前 我們就開始做我們自己的smart box 我們現在有一個skata 目前我們推到現在 我們已經進入實用化 那我們就先以我們自己的智慧生產線 四點那幾條線做一個基礎 那現在的話也慢慢的跟我們的客戶之間 形成一些適用 我們找幾家這個示範工廠 在推這個我們自己的這個smart box跟skata 所以說我們現在一直推 推到現在當然我們所謂的 從edge到fork端 然後推到所謂的私有營跟工有營 就我了解目前來講 日本這些廠商大概都沒有上工有營 包括Mazza、DMG、Mori這些 因為他們也怕上工有營 很多資料會被切齊 所以目前以我們這個工機機產業 大概都停留在石油營的階段為主 那像我們公司來講 因為我們目前來講 我們在發展這個工業4.0這六年當中 我們也發展自己的一個軟體 所以我們自己的軟體的排程程式 我們都可以自己寫 因為我們自己有四條線可以做demo 所以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自己沒有辦法做你自己的 你沒有辦法培養自己的這個軟體人才 那你將來怎麼出售 客戶也沒有信賴度 這個是很重要 那我想 剛才這個 顧校長特別提到這個 整個全球的供應鏈什麼等等的 病的一直做 實際上我們台灣在這一塊 我們沒有辦法說像其他這些 像Mori可以去病DMG等等 我們沒有那麼大的規模 跟那麼強的資金 所以我們就是採聯盟 所以我想M Team聯盟也做了十幾年 那時候我們學這個A Team聯盟 那實際上M Team聯盟 慢慢慢慢 我們現在當然有達到一個程度 我們現在開始在轉型 那當然現在又政府也推 葉父子民也推這個同歸共軌 目前也開始在做 那當然這個同歸共軌 算是一個基礎 我想我們這個徐理事長也很支持 我們這個賴總這邊也全力支持 當然這只是一個起步 我想你這個同歸共軌 起步它就可以從這個最基礎的這些端子 什麼WASHA 螺絲這些 做一個讓這個產業同時做起來 然後慢慢的就走向一個 長效的一個品質檢驗 這很重要 長效品質檢驗之後才能夠做到 像剛才李副校長特別提到說 我們的基台為什麼比不上德國日本 因為就是我們的可靠度精度不夠 就是我們那些基礎工作沒有做好 最近我想李市長都有開會討論 我是沒有直接參與 我有間接參與 我看到很多會議 現在大家慢慢的了解這些基礎工作的重要性 包括住建的檢查 包括製程的檢驗等等 這些都一步一步在做 我想這些基礎先做好之後 然後往上一直推 慢慢可能可以形成一個狀況就是說 譬如說我台中經濟我有很強的鑄造廠 我願意提供出來幫很多未來高端的機械設備 譬如說五軸機 多軸機這些 台灣人這些廠願意給我來做住建 我幫他做 幫他加工 因為你看你這些 上了五軸機 多軸複合機之後 不是像以前說你親切加工的就沒辦法 因為你要做五軸機 多軸複合機 你的鑄建 你的加工精度一定不是算命的 不是已經算了 這大家很清楚 那我台中經濟正好投資這個新產 我有買德國的這個龍門磨床 五軸加工機 這個都可以真的做出來算mew的 他願意的話 像有幾家廠商也都給我做 也跟我在接觸 他們了解這是未來的歧視 因為他中小型他不可能投資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是比較可行的未來的一個合作模式 那我願意提出來 我想這個是可能未來台灣在這個基礎上 慢慢的走上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模式 謝謝 可見這個開放式系統還是必要的 有錢的老大哥們就把自己的設備跟技術人員都能夠出來多加會一下 把大家的實力帶上來 另外就是說我以前在這個手工具上面的經驗 就是傳統手工具往這個電子手工具的方向發展 他們可能有七八家公司 就是合開一家新的公司來做這個新的產品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想說這個以後路會怎麼變化 就是給國宣復座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就是我們中部的機械業有一家比較大的 他的資訊部門比較強 他就spin off出來 來做這個內網的系統 大家能夠共用的內網的系統 甚至是跟國際對接 或是幾家公司合起來控一家新的這個支服業 因為我覺得現在支服業個別要服務大家 那個都立有未待 因為他OT他不懂 像我們昨天去房廠也是看到很多的OT的問題 其實IT他不是真的那麼懂那個痛點在哪裡 就好像說我們去看診心臟痛 結果他把sensor裝在腳裡面 那就量不到 或量出來數據其實沒什麼太大科學性跟邏輯性意義 所以這個可能都是可以給未來工業局做一個參考 那回多口來就是說談這個品牌 也就是說剛剛其實張院長有談到這個 鏈會越來越短會越來越分散 這個在我自己的研究小組有一個結論就是說 那個overhead會很重 也就是說以前的單是一家工廠做就好了 但是以後的單可能是來自七八家 那我的這個採購管理人員也沒有辦法去管那個七八家 就變成說你為了應付美國客人 要成立一個美國的獨立的一個branch 可能什麼功能都要有 那你在中國就是分散你知道 你的overhead人家講那個人事會計陣風這些的 管理單位就被迫要分散 所以以後鏈越來越短的情況下一定會有某一些市場 是國際大廠比較管不到的 我就不相信Apple可以管到 有些市場的供應商它管得到這樣子 也許它也很厲害 但是我講的就是中興剛剛在講的東南亞那一塊 所以東南亞的很多的這些加工廠 可能就不會很堅持一定要去用歐美的機台 它就比較能夠在採購上面來接納 這個台灣跟日本或者台灣跟中國大陸合作的 這樣子的一個solution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東南亞怎麼看台灣的整體的品牌形象 這個就要請教俠立處長這邊 因為我們過去政委這邊也推了一兩年有了 就是那個整體的形象展 那東南亞對台灣比較能夠接受 當然我剛開始講說其實歐美對 現在對台灣印象應該也不錯了 那在東南亞不用收美金 我們收其他貨幣搞不好也可以避免一下這個會損 但怎麼樣打這一塊市場的整體 就你這一兩年輔導機械這麼多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覺得我們的好處是什麼 除了很溫暖有一個寶寶 那個手是這樣子 那個意思說我們不用美金交易 我們拿金條的 這個當作這樣 怎麼樣發揮我們的長處 發表一下你的高見 謝謝 謝謝主持人 那因為執行品牌台灣計畫 這八年來工業局的這個資源裡面 那我們大概也輔導了 整段輔導大概將近了50家的機械業者 那這裡面有一半是工具機的業者 那過去輔導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都發現說我們的機械業者呢 在做品牌的過程當中都會有幾個盲點或者幾個需求 所以才會來找工業局的這個資源做品牌計畫 那基本上大概就是包括他的品牌的這個定位不清楚 還有他的品牌形象不清楚 還有就是說他不曉得他的市場的消費者在哪裡 即使是B2B的話 其實也要知道消費者在哪裡 那也有 其實剛才我們的這個董事長也有提到他們的品牌可以做得很好 是因為他的市場是分散的 那他的分散除了台灣之外 還有包括像這個歐洲美洲中國這樣子 那當然也因為這個市場鍛煉的關係 因為COVID-19還有美中貿易 其實美中貿易也是讓市場鍛煉的其中之一 不是只有這個COVID-19 所以呢就會分散市場就相對來講 會相信的更重要 那我們也看到這些我們的機械業者在執行品牌過程當中 雖然有些已經走到國際市場 可是呢因為我們的品牌都比較小 所以呢在這個去供國際市場的時候 很多都是用代理商或者經銷商的方式去經營 那經銷商代理商呢 對於我們自己台灣的品牌 你怎麼去賣這個品牌 就像你的那個這個產品放在架上的時候 那這個企業呢 他可能就會看說不曉得要挑哪一個 消費者不曉得挑哪一個的時候 這個就由經銷商代理商他們去談 所以我們其實等一下 等一下爭官會跟大家講這個品牌的這個接觸點 那這個就相對來講 經銷商跟代理商的管理相對來講就非常重要 對於品牌要打國際品牌的話 那剛剛主持人問說這個東南亞市場 東南亞市場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台灣是我們新南向的政府的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就像我們院長說的 只要跟著政府的政策走 你應該是不會有錯 那也看到新南向的這個市場 不只台灣整個國際市場都在要搶工的這個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台灣要怎麼樣跟國際市場比 第一個就是我們我最近也跟曉委會在洽談一個計畫 發現台商在這個這個東南亞國家的比例 比數是占全世界最高的 也就是說如果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台商是在東南亞 那剛才是中慶還是院長有提到說 其實要善用這個這個利基 那希望我們的台商在東南亞能夠 都能夠盡量使用我們台灣的機械業者 那這個也正好呼籲到說 我們也希望國內的產業 尤其台商回來的這些業者 既然台商回台 那在這邊投資 然後增加設備的情況之下 希望也都能夠用我們台灣的這個機械設備 因為這個機械設備 其實就是你生產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生產材 那可是呢我們如果要做品牌的話 很重要就是要差異化 那過去我們看到台商 我們自己台灣的機械業者在做品牌 其實機械業者大部分都是有自由品牌 可是都很小 那為什麼小 因為我們都是用 第一個就是以價錢取勝 價格取勝 都是一堆人競爭的時候 我們就說用價格取勝 所以過去一直強調CP值 那希望應該是說在我們接下來的要發展國際品牌的話 其實就像剛才特助 我蠻喜歡特助最後一張 那個就是品牌 你要跟人家不一樣 品牌就是像人的一個人格特質 你的一個reputation 你讓人家感覺你是一個很廉價的 那廉價之後呢 他可能就會找別人 如果你以價格取勝的話 他就會去找別人 他就會消價競爭 就會變成紅海 那你要有怎麼樣 我們一樣不會落入這個消價競爭的情況之下 就是要知道我們自己企業本身 我們的利基是什麼 我們的品牌定位是什麼 我們的差異點是什麼 這個是在品牌計畫的這個過程 輔導過程當中一直強調的 那另外剛才也有提到 剛剛前面三位一直有提到這個軟體的 embedded到我們的這個機械業裡 機械的這個設備裡面 其中很重要 大家記得我們自己很會研發機械 我們自己很會製造設備 可是呢我們的品牌管理 制裁管理這一塊 也希望大家能夠注意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是進口機械 然後我們去做一些加工 去做我們叫做customize 台灣很強的是customize 在我相信在東南亞國家 跟其他的高階的這個 不管日本或者德國的廠商來比 那台灣這點是蠻強的 那我們的這個品質呢 又比中國大陸低價來搶工的這一塊呢 我們又比他們來得好 所以台灣的customize就非常的 這個我相信是一個很大的利基點 可是customize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品牌管理制裁管理 因為那個裡面的coding 是我們自己去做的 所以那個品牌的制裁管理 就相對來講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也發現說 因為也執行過其他的政府計畫 我們說智慧製造還有數位服務 其實現在智慧機械強調的就是 除了智慧製造我們很強之外 那剛才主持人跟三位與團人講的 都是提到的是數位服務 那這個數位服務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這些都是我們的制裁 那你如何把這個品牌的這個制裁管理做好 這個相對來講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好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簡短做個小小的建議 第一個就是其實台美有一個基礎建設的 一個融資銀行的平台 那是台灣政府和美國政府公共會 合資到東南亞去做基礎建設 所以我們把機械採購放在裡面來談談看 也許這個是一個是一個嘗試 就是我們融資的基建項目裡面 大公機的這些用到的機械可以用台灣的 這是一個我們也許可以寫下來 第二個就是說我鼓勵我們的那個G2 多朝這個東南亞的這個就是冒推的這個部分去多琢磨 那這樣也是一個共同成長的一個新的題目 因為我看以後sale數位轉型的這個加值服務 跟面向東南亞是有目標市場 就是基礎建設也可以 因為你可能你可能汽車業你打不過日本人 日本人韓國人就是他們要用他們自己的 但是你找一個著力點就對了 這個也是可以 那也給我們下一代的經營者一個新的題目 那當然這個東西你要copy到歐洲 也都很有其他的機會 因為我覺得我們大概未來要規避這個美元走跌 大概長期來講短時間不太會改變 所以可能還是要繞到歐洲跟繞到這個東南亞這邊 也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尤其在那邊我們的形象還真的不錯 以賴總過去這樣長期應該我們在歐洲的形象也都還不錯 這個東南亞大概是一個新的一個地方 最後我們要特別感謝不在場的這個王美華部長 那他因為這一次的這個國家隊 口罩國家隊的關係 他也一直 因為我當主審 被這個辦公室也有交代 就是說要多針對我們的這個國內的極限業者 來加強品牌的輔導 這也是他的一個指示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要感謝 雖然部長今天沒有辦法到現場 也謝謝各位今天寶貴的時間 我們這個場次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